2016年,洪金宝携妻子高丽红亮相关王湖世界明星赛 彼时,某兵正在和李承谈恋爱 红堂现场,一名记者直接问洪金宝 洪金宝的脸当场就绿了 直接回呛记者,记者被怼的下巴来抬 洪金宝也不再回答任何关于某兵干爹的问题 现场除了洪金宝和女记者 尴尬的还有站在一旁的洪太太高丽红 为什么这么说呢 面对洪金宝的种种绯闻 高丽红只能无奈地一笑而过 因为她也曾是第三者上位 婚后为了做好洪太太 高丽红需要眼耳不闻窗外八卦 还要心甘情愿做后吗 以至于56岁的她还没有自己的孩子 你说,高丽红后悔过吗 用30年青春全是嫌弃二字,值得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高丽红和洪金宝的故事 高丽红比洪金宝小了13岁 1965年,她刚出生 洪金宝已经拍摄了《爱的教育》 《大小》《黄天霸》《生死关头》等影片 高丽红的父母一个是澳大利亚人 一个是中国人 混血的她从小就长得非常好看 无关名艳像一个雌娃娃 不管走到哪里 高丽红都是人群中的焦点 中学期间,高丽红就觉得 自己天生属于舞台 需要用话剧里总能看到她的隐私 可高丽红的父母觉得读商科 过普通人的生活才是更好的选择 最终高丽红拗不过父母 只能选择去读商科院校 大学毕业后 高丽红本来找到了一份文秘职员的工作 但没干多久 她觉得自己还是适合活在闪光灯下 于是便转行去做了模特 1984年,高丽红20岁 某天她看到TVB正在举办香港小姐选举 高丽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名了 谁也没想到 高丽红一路过五关 斩六将 硬压群方一举多亏 获得了冠军以及最上进小姐的称号 之后 高丽红又以港姐冠军的身份奔赴美国 参加了环球小姐的比赛 比赛当天 高丽红穿了一件 类似慈禧穿过的中国轻功服装 举手投足之间 既有东方女性的韩徐优雅 又有西方女性的时尚艳力 最终高丽红获得了最佳民族服装奖季军 大多数获得港姐冠军头衔的美女 都能顺利进入TVB 开启自己顺风胜水的心土 但高丽红却是个例外 她在旅行完港姐冠军应尽的义务之后 无信电视台并没有和她签署议员合约 按理说 单凭外星条件 高丽红放在哪里也不会被埋没 TVB为何会拒绝这么好的苗子呢 一是因为高丽红的外形太过稀化 放在当时的影视剧中 会显得格格不入 从而没有什么合适的角色 再者就是因为高丽红的粤语水平较差 没办法和演员流利打戏 虽然她在香港长大 但因为她的家庭成员背景和大众不同 高丽红可以说很流利的国语英语日语 但就是粤语不流利 一行想成为演员的高丽红 却因为语言不过关而被拒绝 这让她深受打击 从此便开始苦练粤语 两年后高丽红的语语水平大大提高 随着影堂的飞速发展 适合她的角色也接踵而来 1986年 高丽红正式踏足香港电影圈 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比鬼捉》 在剧中她给王祖贤做配角 饰演驱魔人小林 乌云一般茂密的卷发 浓眉的眉眼勾人心魄 但她笑起来又多了几分娇憨 美丽是观众给高丽红贴的标签 但是高丽红并不喜欢做一个空有美貌的女子 在拍摄完第二部影片 袁正侠和魏斯里后 高丽红看到彼是影堂动作片《大星其道》 日后一定会是主流 于是她想着转型成为一名女大星 但对于一个没接触过无数的女人来说 做打星无疑是天方夜谭 就在她一筹莫展之际 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赏量登场 转型机会也随之而来 高丽红踏入影堂的那一年 导演张津婷正在加拿大拍摄 《过不新娘》 男主角是洪金宝 当时影片中洪金宝前妻一角还空着 而高丽红美名在外 为了影片票房 有人提议要让高丽红客串 《洪金宝前妻》这一角色 就这样 36岁的洪金宝和24岁的高丽红相遇了 当时的洪金宝已经成为香港影坛 首屈一指的大哥大 身边因艳艳环绕 美女数不胜数 当她见到高丽红的第一眼 还是被惊呆了 高丽红在《过不新娘》中的戏份很少 拍了不到一周就杀青了 短短几天就把洪金宝迷得神魂颠倒 洪金宝放下大哥大的身段 对高丽红百般殷勤 她处处关照高丽红 甚至亲自为她准备早餐 泡奶茶 冲咖啡 甚至还为她戒阴 减重三十般 那段时间是她演艺生涯中最瘦的时候 背靠大树好成梁 有了洪金宝的喜欢 高丽红转型做打型 那不是易如反掌吗 很快高丽红就正式败事洪金宝 成为洪家班的一名女弟子 中国有句古话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男师傅和女徒弟练起功来 多晚都不觉得晚 进入洪家班后 高丽红的事业也见有起色 1987年 洪金宝导演了一部东方图音 邀请高丽红参演 在该片中 高丽红一改 往常娇媚冷艳的形象 专心做打女 犀利的眼神 脏瘟的妆容 加上利落的拳脚功夫 活脱脱一个游击队队员 她也凭借该片中的出色表演 被提名金像奖最佳女配 可惜最后败给了金燕玲 不过这都不是最要紧的 能够和洪金宝合作 才是她想要的 一个是八名威风的港圈大哥大 一个是韩情默默的如花美眷 一来二去 两人日久深情 爱得难分难解 可不管两人才相爱 高丽红都是 名不正言不顺的第三者 因为当时的洪金宝 已经有了家事 妻子就是曹恩玉 曹恩玉和洪金宝 相识于1977年 当时洪金宝去到韩国拍戏 为了方便沟通 韩国接待团给她安排了一个翻译 顺便帮她料理工作 照顾生活起居 这个全能接待 就是曹恩玉 当时的曹恩玉和高丽红一样 花样年华 出落得挺挺欲力 身心风流的洪金宝 很快对她动了心 但一开始 他们只是互相欣赏 并没有打算结婚 可之后发生的一件事 改变了两人的关系 洪金宝刚从香港回到韩国 一下飞机 她让曹恩玉带着自己 办理酒店入住 可是那个酒店的工作人员 一直拦着曹恩玉 不让她入住 工作人员执意要印证 曹恩玉和洪金宝的关系 洪金宝这一听就急了 赌气的说 洪金宝带着曹恩玉 就来到了领事馆 两人正式 领政结婚了 婚后 洪金宝在韩国生活了一段时间 最终她还是决定 要回到香港发展 于是她征求妻子的意见 愿不要引跟我回香港发展 曹恩玉思考一番 最终还是同意了 可回馆后的安稳日子 过了没多久 风流惯了的洪金宝 开始和师兄弟们 经常出入风月场所 喝酒 跳舞 泡妞 闹出的绯闻数不胜数 时间一长 曹恩玉自然忍不下去 开始和洪金宝吵架 两个人的感情出现裂缝 后来更是天天吵架 婚姻裂缝也变成了大峡谷 无法愈合 对于第一段婚姻 洪金宝坦言 自己在兄弟们的面前风光无限 一回到家就天天吵架 太没意思了 终于1991年 两人结束了14年的婚姻生活 可不得不说 洪金宝和曹恩玉这段婚姻 虽然来得迅猛 但维持的时间可不短 14年内 曹恩玉也为洪金宝 生下了三儿一女 洪金宝前脚刚离婚 后脚高丽红就成为了 名正严顺的洪太太 这一天 高丽红等了5年 这5年的心酸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终于摆脱了第三者的称号 婚礼当天 洪金宝请来大半个娱乐圈捧场 在采访中 洪金宝还曾说 自己之所以和前妻结婚 是因为在异国他乡 有人对自己好 就很容易申请 明年案里都在表示 自己对高丽红是真爱 在节目《鲁鱼有约》中 洪金宝还曾说过 高丽红是我生命中 爱的第一个女人 但第一并不是唯一 婚后高丽红的生活 被设真意 因为洪金宝处处提醒她 以前自己是第三者 和高丽红结婚后 洪金宝风流的作风 依旧没有改 她还是会经常带着师兄弟 榴莲灯红酒绿 会和女明星传出绯闻 和曹恩玉不一样的是 对于这些传言 高丽红都选择不相信 并且会对外宣称 两人的感情非常好 甚至在洪金宝和某兵的关系 被媒体传得沸沸扬扬时 高丽红依旧是淡然出世 鲁玉在采访洪金宝时 有问过 如果媒体传出的消息是真的 你会承认吗 洪金宝直言 紧接着洪金宝又表示 身处娱乐圈这个大壤杠 什么事都会遇到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高丽红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只要洪金宝说 那个消息是假的 他没有出轨 高丽红就选择相信他 为了和洪金宝过日子 高丽红失去了很多 虽然人一难平的 估计就是放弃生育的权利吧 26岁就成为洪金宝 四个孩子的后妈 高丽红为了避免外界 说自己偏心 他果断放弃了生孩子的机会 用真心还真心 让四个孩子相信 自己是他们为己出 可以说高丽红在这段婚姻中 既是幸运的 又是不幸的 如今时过境迁 洪金宝和高丽红 已经牵手31年 夫妻俩自然有他们的相处之道 曾经的大哥大已经老了 欲发像个孩子 他对高丽红的依赖 也是与日俱增 只要高丽红捕在身边 他就很挑食 不吃的东西有很多 但高丽红一回家 洪金宝什么都不挑 这就是一物想一物吧 高丽红的柔软 总能击中洪金宝强硬的内心 感情是无法听说的东西 高丽红若是没有嫁给洪金宝 没有选择吸引降服教子 想必凭他的姿色和努力 也能成为打心标杆吧 但能拿住洪金宝 选择在他背后支持他 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人们常说 爱是尊重 爱是包容 爱是珍惜 爱是理解 爱是不顾一切走下去的勇气 可也许真正的爱 是陪伴 是欢喜 是我年花老去 还想再牵着你的手 回顾高丽红的前半生 他失去过太多东西 非议也始终在他左右 如今经过风雨的洗礼 他终于获得了想要的幸福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经过风雨的洗礼 希望洪金宝和高丽红 安享往年 共享天伦之乐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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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